- 呵呵- 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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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Hello guys,歡迎回 uponRog K-Pyntout. -Ok,现在是开箱何集的下棋。 - 上一期是专门讲球鞋的。 - 如果你有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 - 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一下 我最近购买的一些我蛮喜欢的服装 以及收到一些小礼品 那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 针对于我自己的那双Odyssey 做了一个收紧系统的改造 这双鞋我早前也分享过 是我很爱穿的一双鞋 很日常然后很好穿 唯一一个我不太习惯 就是自从我开始习惯穿 偏户外的运动鞋之后 我就习惯了他们这种 快速抽绳的抽拉系统 越来越懒得去绑鞋带 因为其实本来我就不是很爱绑鞋带 基本上我原来需要绑鞋带的鞋 都是绑好一个松紧度之后 每天都直接是直穿直脱这样子 不会特意解开再绑 除非是高棒的像1970那种 929就习惯了越来越懒 然后就发现快速抽拉的鞋带系统很好用 Odyssey这双鞋它本来是绑鞋带的 但这双鞋它有一个很难 让我去迁就它的一点就是 如果我像原先的方式去 把它绑好一个固定松紧度 然后直穿直脱的话 它的包裹感受给我是不好的 因为它本身的包裹设计 是需要把鞋带绑好 如果你没有绑紧 就是只是为了穿多方便而去松松绑一下的话 其实穿起来并不是那么的核心意 这我自己的感受 因为可能我脚比较瘦吧 每天穿它的绑鞋带 这一个工序使得让我在穿它出门这件事情上 少了非常大的动机和心思 会觉得没心情了 我就想正好前阵子发售的那双GR10K联名的Quest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鞋上面运用的扣子好像不错 因为它的鞋带跟Odyssey的粗细度也很像 那个扣子也挺好看的 不是很沾地方 并且它的抽拉逻辑其实是跟 知道我们本身小扣子使用方式都差不多 那所以我就照着那一双鞋的扣子买了几个扣子回来 就是这一个多奈福的这一款叫做 Phantom Cordlock 应该叫幻影神扣 或者说幽灵神扣 它就是一个中间有个小弹簧 然后拉开这一个弹簧的位置就可以把它解开 具体运用到Odyssey这双鞋上 其实就是一拉着脚拉手的位置 就可以快速把鞋带松开 那收紧的时候跟所有其他的户外运动鞋一样 就直接是抓好一端往下拉就可以收紧了 非常快捷和方便 然后多余的鞋带我可以直接把它塞进这个前端的鞋带 用它压住 其实我觉得整个视觉效果也很好看 也没有什么拖拖拉拉的感觉 并且这样子确实方便快捷了不少 那么给大家做个参考 这一款扣子呢 官方它最大支持的绳子粗细度 好像是2.5mm 我这双Odyssey的鞋带大概3.5mm 甚至到4mm都有这个粗细度 依然穿上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双鞋其实 好早以前我改造过一次 Odyssey它鞋带本身是这种粗鞋带 那我当时为了换回 想换回SALOMON 同款的这一个细的凑绳呢 我必须要用这种细鞋带 但细鞋带其实跟Odyssey这双鞋呢 感觉视觉上不是特别匹配啊 那我试了一下 我觉得算了 我还是用这一款出度比较好一点 同样道理呢 我又把我之前一条户外裤 裤脚有收紧的这一个设计 也把它换上了这个扣子 这条裤子之前是只有一根绳子 要把它绑紧的话 抽紧之后再给它打个结 然后不用的时候放开 我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就给它加多一个扣子 为什么没有加那种传统的 坦立日子扣向勤扣 其实原理还是一样 我觉得它放开的时候 只要拉一根绳子就比较方便 OK那这是我自己分享这一种 小小改造的一个idea 一个小灵感分享给大家 当然如果你有适合 你自己一些改造的方案 也欢迎你分享出来 OK那么这第一个分享的小物件 是我觉得蛮有可玩性 可操作性 然后难度也不高的一个 小改造的项目 再过来一个呢 是我22年 开年没多久的时候 订的一个单品 就是ACONIME的这个秋冬的面罩 23秋冬的款式 那我也是前阵子才收到 过了大概有10个月左右吧 我订的这个是NG4的SS SS就是shoulder的这个软壳 植蓉软 黑色的 那大概实物就这样子了 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用 挺好戴的 不过它的尺寸 我不知道是不是设计来 就是兼顾鬼老那种 九头身八头身这种 头比较小 脸比较小这样的身形 我戴上去真的是 蹦得刚刚好 就是在颧骨的这一圈位置 当然它整个戴上去的效果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shoulder这一个弹力的软壳面料 也摸得很舒服 不过我就觉得正面的拉链 稍微有点太大个了 换戴的时候感觉 它很容易往下坠 有一种重心往前挡的感觉 不过还好 它后脑的这一个立体剪裁 抖的也是不错 蛮紧的 后颈部的这个位置 预留了他们这个 可以扩展到外套上的接口 那么就没有太多亮点的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单品 我觉得也挺适合秋冬日常的 当然也取决 我觉得你生活的地区是否用得上了 就是很简单的小标隐藏在里面 那它拉链也有一定的透气性 它拉链里面其实是做了植容的贴合 就是防止冰冷的拉链碰到皮肤 里面植容还是很轻敷的 佩戴感受其实不错 并且它两侧耳朵的位置 是有这一个镂空的孔 一个是为了让你听觉 不受太大的干扰 更加清晰一些 那再一个就是 你在呼吸的时候 这个位置会进风 所以你在呼吸的时候 感觉风从两个耳朵 噓这样进来 我们再过来一个是 Solomon的新年的一个小礼品 它是个小胯包 其实挺简单的 它有点像是户外的那种水壶带 或者说是摊盐粉带的造型 一个圆筒型的小袋子 然后这个抽签还挺好看 米色白色配绿色的这一个配色 里面是一个棉布的收紧 然后这边有一个Solomon logo的皮牌 就挺简单的一个小礼品 还不错 我看你们接下来一个盒子 是Sanoban咖啡的小礼盒 打开看一下 其实我已经打开了 东西放在这边 兔年限定咖啡小套装 是这样子的 盒子还蛮漂亮的 一个兔子耳朵 然后里面是六粒咖啡 然后它是有这个小兔子logo 挺可爱的 中间还有个小盒子 然后里面是一个 我不知道它 262728293031 它这个是不是日期还是什么 它里面就是金链和小戒指 这样子 看得清吗 比较小一点点 上面有不同的折射的 它是三角形构成的 然后一些小数字印的上面 看一下 还是挺可爱的 当然它不是纯金的 不要讲太多 然后有这边卡片上是写着 这一个转动戒指 带来服务器 搭配了一个小金链 有点细 其实不太是我个人 平时视频风格 不过还是挺可爱的 OK 感谢三吨半 再过来一样有意思 是来自 SneakerCon 联名师博丁的 这一个特别定制图案的篮球 非常帅 我也是很多年 没有莫斯博丁的球了 不过这个球 它做了素风 但是这么好看 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拆开它 真的去打 就是摆着看 很漂亮 每一片都有自己特别的图案 然后跟着来的还有张卡片 感谢一下SneakerCon 下面一个是 OVE YES DEPPE和本土的一个帽子店铺 CLASSICAL联名了一顶渔夫帽 它是这种蓝色丝绒材质的效果 然后搭配了一条猪链 做帽绳 这猪链是深蓝浅蓝 比较大力的金属质感 猪链 戴起来大概就这样子 算你觉得好好看 我觉得它这个链子还蛮亮眼 挺好看的 单独拆下来作为项链的话 可能会更帅 不过它两边的这个挂扣比较小一点 如果你改造一下 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想拿来单独带应该是 它其实这样戴的感觉 有点像是眼镜绳的这个链子 反而不太像帽子的帽绳 总之它就是一个装饰感蛮强的帽子 并且它还挺适合秋冬季 因为它有丝绒质感 暖暖的感觉 OK 再过来一个 也是我早阵子逛街买的单品 在Rinus Blue买的帽子 它是一个灰色水洗质感 五片帽 是一个自主品牌 叫做Nostalegia 然后他们这一个项目 是一个棉麻项目 Hand Project 它就是用汗麻跟棉混合的材质 它有蛮多颜色 除了我手上这一个水洗灰 还有一个偏红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偏粉色 还是肉色 是这一款 然后另外他们还有那个 棉麻混仿 麻海毛质感的 那一叫巴拉克拉法帽 就是只露眼睛的那个头套 也挺帅的 质感也不错 当时我并不了解这牌子 我也是过后才知道 OK原来是一个自主品牌 就他们做的东西还不错 然后这帽子本质感也很好 染色的效果我挺满意的 戴上来给你们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帽子 它的帽子的深度 做的比较矮一点点 把它戴到镜头呢 它也不是很能往下压的 特别深 然后包括它都没有贴到我耳朵 可能也是因为我最近 头发流得点长 它在里面占的空间大 OK那它戴起来 大概就这个效果 不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正戴反戴都不错 还挺基础 挺百大的帽子 然后也是算认识一下 一个新品牌 OK那么再过来一件单品 是来自Grammich的小礼物 也不小了 我挺喜欢 它是一个毯子 然后印了Grammich的logo 像在野外露营 或者说是野餐的时候呢 可以披在身上保暖 然后或者是丢在车里面 当一个备用的毛毯 都没有问题 它质感蛮好的 摸上去是稍微有点 刺刺痒痒的 类似羊毛的感觉 但我也不敢确定 它是不是百分百成羊毛 这么大张 应该不会是 应该混仿吧 当然如果不是拿来皮 拿来盖也没问题 我觉得它还挺大张 它这个位置是有一个调节绳扣 然后这个绳子呢 就是Grammich 裤子上经常会见到的 那个腰带抽绳 有个小人logo 就还挺可爱的 是蛮暖心的 很应景的这一个小礼物 谢谢Grammich 好的那么再过来一个就是 我自己买的两条裤子 然后找阵子海淘的 比较满意 也是因为他们两个 所以耽搁了这么久 所以到货比较慢一些 其实就是这一个 我直接在SNS官网上买 CP company Baltic Cargo Pen 很久没买CP了 很满意CP做出来的质感 他们的Grammich 真的很好看 然后Baltic这个系列的面料呢 它基本上都是纯棉的 连缝线都是 左侧工装口袋 一个大大的透镜 很招牌 然后裤子呢 基本上是那种 loose fit 宽版的效果 它挺身很肥的 但穿上身呢 你不觉得它是一条 很花张的大裤子 因为它扩型 还是保持的比较直筒一些 比较像是传统工装裤的感觉 更多一些时装感 在身上我觉得还挺帅的 Baltic浸染面料呢 它是有一些 不均匀的深浅混合 不过整体的效果 跟它色泽都不错 这条裤子除了我手上 这一个土黄色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灰绿色 我觉得也不错 Baltic这个系列 有很多单品 除了有这条工装裤 还有外套 还有马甲 具体你们感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查一下 那我当时没有买一条灰绿色 一个是那条灰绿色 打折的力度 没有这条大 再一个就是 这种颜色的裤子 我好像还没有太多 灰绿色那些感觉 在水洗单品里面 会比较常见 我觉得选了一个 这颜色的 配这个质感 还不错 具体上升效果 你可以看一下画面 它这一个面料特点 还挺特别的 它拿上手很轻 一点也不重 但是它本身又是那种 比较厚实 比较硬挺的棉部质感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它们 成衣染色的关系 所以这个棉部 会搞得比较硬一些 就它其实不是 特别厚的那种 然后上升的硬挺度 挺扩度都蛮好的 整个扩型感很足 因为它口袋的设计 是这种 方方正正的造型 但它又是斜着放 所以它在上升的时候 口袋底下的两个脚 会撑出来 再一个就是它这些 小小的CP的logo标 内部这边 专门还有一个抽绳 可以用来调节 收紧 调节范围不算太大 聊胜于无 多一个松紧扣 然后内部还有一个 条纹的内衬 用来锁住这一个抽绳 同时呢 更加轻浮一些 不过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 它这个位置的 尺码标 缝成变成这种 有点平行四边形 我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弄 是80、81这样子 我买它们46 会稍微有点松 如果里面不穿 保暖的裤子的话呢 只穿它一条 我是需要绑紧这个绳子 大概还有两指的余量 这尺码给你们参考一下 不知道你会给它 这个上层效果 大概几分呢 我还挺喜欢 最近都有经常在穿它 也不用什么特意的 去给它做传达造型 我觉得它 你就把它当成 是一条正常的工装裤 去穿就好了 我朋友们再过来一条 也是我最近 很爱的一条商品 是来自Valens的 Align MX 这条裤子我真的瞄了蛮久的 终于找到合适的时机 以及是我合身的马术 然后才来入手 我没记错的话 这条裤子应该 我第一次看到的是 二二年的春季单品里面 我只是在店里有看到 但是我喜欢的颜色 没有我的马术 所以我就没有买了 那么过后呢 慢慢要进入夏天 我也没有买 因为这条裤子 它是MX的后缀 它是有短短的植绒戴内侧的 所以其实天气热的话 就不是很穿得上 在今年秋冬的时候呢 又出了一批 然后我就蹲到了 然后我的尺码就买到了 海淘回来大概也是花了 半个多月的时间 总体这条裤子 它的质感造工 以及它整个上升效果 我都很喜欢 很满意的 参考刚刚一条裤子 我这条裤子是 三菱的马术 刚刚好腰带的东西 不会说有特别多空余 就是刚刚好贴着我的腰围 非常合身 Valens他们家裤子 就是出了名的合身剪裁 但这条裤子呢 没有之前下装的裤子 那么薄啊 它是有直绒 它会比较偏厚一点 所以它的剪裁也不是 它的口袋设计 当然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它有点V字造型 正常前面的揣手口袋之外呢 它在大腿的外侧 做了一条大的拉链带 拉开里面呢 是有两个小分隔 你可以放一些零碎物品 卡片或者钥匙 然后它这整个大的兜 你还可以揣很大的东西 你可以放把折叠伞 或者水都没问题 它大概有这么大的位置 就是我上面的手指到这里 整个大腿的外后侧 所以这条裤子 它的视觉效果 穿在身上 有点微微的像马裤子的感觉 大腿的位置会比较宽 但又不是十分宽 因为它不像马裤那种突然收紧 Vilis的整个剪裁的线条 都比较心晕流水 比较利落干净一点 具体上升效果 你们可以看画面 那我为了最大程度 展示这条裤子本身的质感 我就把衣服给塞进裤子里去了 这样你可以看到 它的裤腰深度是多少 我觉得它的裤腰 不算是高腰的 它稍微有点短 就是蛮浅的 说好听点是合身 讲之外一点 它会有点勒 如果你里面穿的比较多 或者是你松弛惯了 不喜欢紧绷的感觉 建议你买大一到两码 或者看一下他们家别的款式的裤子 会更宽松一点 因为我之前也买过Vans那条牛仔裤 那条裤子的当就没有这条这么浅 会伸很多 但是那条裤子很奇怪 它的扣子呢 没有配备这一款同款的这一个 滑动式合扣 这扣子是Riri家 蛮出名的这个扣子 我还挺喜欢用 拉开它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它拉链很短 就这么长一截 然后下面就是当底了 所以它整个裤裟的深度 并不算很深 属于比较常规偏长的类型 坐下去的时候 裤脚会往上说 你不会露出太多小腿 毕竟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商务西装裤 它只是一个有商务属性的 偏户外运动的这种裤型 所以我也不需要它像西装裤那样 鼻挺合身 只需要它看起来干净俐落 有一定的防御性就够了 Vans算是我目前一个 比较爱买的品牌了 就是可能基本上 我会年一年买一点这样子 就因为它的剪裁 确实太符合我的身型了 我刚才过来分享的是两张 我早真的陪我逛街的时候 买到的黑胶唱片 这两张不是中古唱片 因为我感觉中古 所以说逃的时候 感觉很有乐趣 好像在寻宝一样 但其实好货不算特别多 真的很值钱的 或者说很有收藏价值的那些 找一点挑完了 剩下的可能就是看自己喜不喜欢 或者说品相也两眼不齐 不一定说还保存得特别好 我买到的这些是新生产的 不算是中古 但是也算是 比较小众冷门的类目吧 首先我买到的那张是这张 Chad Baker的这一颗 1500张的纪念版 它是SINCE AGAIN这张专辑的再版 我也都还没有打开看它什么样的 SINCE AGAIN这个专辑 如果你想听的话 我会把图片贴在这里 你可以去听一下 就跟这个后面列的歌曲名单 都是一样的 Chad Baker他是一个 我蛮喜欢的爵士乐手 我觉得他声线很特别 蛮中性的 打开看一下 我也没有打开看看它什么样 限量1500张 哦 是个粉胶 太粉了吧 我就不全拿出来了 给你打开看一下就好了 哇 有点少有点少不错 不过这个我可能也不会 总是拿来听了 因为其实数字版的话 想听随时都可以听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收藏 还挺可爱的 而且封面我觉得很好看 它用了这种 有格纹的特殊的特种纸去做 那么再过来一张呢 是 我当时挑Chad Baker这张碟 有看到 但是我没有买 我觉得封面很酷 但是 我一下子没看明白作者 就当时没有买 但是 我确实被它封面吸引到了 很帅 让我心里告诉自己 我不能变成一个挑封面 来买唱片这样一个人 就像选酒 只是看酒标好看就买这种 但是我 我就想了一天啊 因为我当时看到背后 它这个 Shino 2 的 featuring 我觉得不行还是要再来了解一下 然后第二天回头再买这张碟 Shino 2 在这里面featuring了一首歌 然后这整张碟呢 是日本的一个叫做 Spin Master 的制作人 做的一张算是remix吧 然后它的频道包括 这张专辑的数字版 我也会贴到画面上 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我觉得它挺酷的 它走那种 有点日式的赛博 再加上 比较明显的trap 或者 Can Hip Hop 的这种beat 觉得还是挺好听的 然后这两张碟都是啊 不完全是有人唱的 也有满大一部分都是这种纯音乐 没有人声的 就是 当个BGM播一下 我觉得很舒服 看自己的 当时的情绪和氛围吧 来决定 OK 那么出于对于 音乐版权尊重的考虑呢 我不会在影片里面 播放这两张碟的音乐了 OK 那么以上呢 大概就是我最近收到的小礼品 以及我自己购买的一些东西 什么品类都有 蛮杂的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我日常会 买的一些东西 就没有办法 分门归类的特别清楚说 每个品类拍一条视频这样子 那么这大概就是这行片的收入内容啦 希望你喜欢 如果有你合意的东西的话 欢迎你去搜搜看 我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 如果你有关注我 一定要点一下订阅 好吗 我是网友 再见吧